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等待截烟 因为我们12点上机 说要转机型 所以转机型的话 我现在截烟 現在大約是十點九 等它說可以確認得到 我們才可以確認 希望延遲一點 不會有太大問題 好了 YEAH 我們現在就進來了 但是這班機延遲到1點15分 原本是12點05分 現在要延遲了一個小時後多 然後剛才確認的時候 發現沒有位置 那它就upgrade了我們去商務 但是它說商務的話 就吃回普通座位的位置 那我就覺得沒什麼所謂 我又不覺得商務可能好吃了很多 雖然還是沒吃過 那現在就要延遲一個小時等上機了 稍後見 好了 現在就進去閘口了 但是閘口都還沒轉 是去巴里的機 那剛才打算上去貴賓室坐 那打算上去貴賓室 誰知道呢 它就說upgrade原來是不能用的 不過 去check in的時候就沒有說到 所以我打算上去upgrade了 就upgrade了 因為那張機票都是寫在商務的 那原來是說upgrade了 是不能進的 那我就覺得整件事情 就令到客戶好像有點尷尬了 因為你有沒有告訴別人 有什麼東西不能用 或者只是幫你upgrade了個位置 那大家都會覺得你upgrade了 那當然是可以有upgrade了的服務的了 還有我覺得商業策略的上面來說 你upgrade了給它 你的launch 是不是都放這麼多食物在這裡 又好像整間航空公司 好像不是很大氣 每一樣東西都要計算 因為不是特別多 譬如你商務位 特地要幫你煮東西 沒有的 我都覺得都比較合理 但是你的launch裡面 其實你預料有人去坐進去 你upgrade了別人 因為最主要的問題是 現在的情況是你沒有位置才upgrade了給我們 所以我自己又覺得 為什麼要這麼小器 連launch都不讓人進去呢 那我們現在唯有在這裡 因為這裡也有很多位置 因為根本我們的機器還沒夠時間 而剛剛這班機就開始最後召集了 所以人們都還沒來到這裡等 唯有坐下起下先吧 好呀 我們現在已經到達了 就delay了一個小時 所以現在酒店就接了我們去搭車 那我們去到酒店就再說回剛才 其實我們是有吃過商務餐的 yeah 好 終於來到resort了 現在都8點多了 對 8點半了 現在就吃晚餐了 剛才不知道是不是航空公司聽到那個鹿去小器 所以他上到飛機都有這個billard class的餐吃 因為check in的時候他都說餐只是跟回Economy的餐 但是這次也是有billard class的餐 來到resort也很好運 他升級了一個grade的房間 待會就給大家看一下 不過現在就先吃東西了 這裡的就是海綿蘋寶 workers 這是海綿蘋寶 someone ヽ ノ 這個你看又是科學生也好 這是祥四個小器 香蕉飛機鍋都差不多 大池也會煎過 煎過都好吃的 嘗嘗香蕉花 嘗嘗香蕉花 我覺得有點像筍皮 筍皮 竹筍也很熟 海鮮拼館 有三隻蝦 有兩個青牛 有些菠菜 還有這裡也有帶子 不如我先嘗嘗這邊的帶子 跟剛才的帶子有什麼不同呢 可能其實也沒有 豬絲根本一起煮 帶子是同一個帶子 因為這個是燒烤的 就熱一點 我覺得比較好吃 剛才這個磚的 就太快冷了 就沒那麼好吃 然後有兩個 輕厚的 比較好吃 正常味 十足 醬油 正常牛肉味 現在嘗嘗豬 豬是印尼醬汁豬扒 豬辣骨 豬是好吃的 豬本身有熱一點 我覺得豬好吃 醬汁 不是太高 不是很特別的 都正常入口 但不至於這個醬汁很好吃 給豬辣骨 平時的醬汁很甜 但味道是差不多 吃完飯回到房間 做個屋簾 一進去 右邊是廁所 有臨庸間 廁所 還有 浴缸 還有 浴缸 這間 還有這個 酒 酒 不過是只有茶 沒有飲品 這間門 其實只是把酒 散開 好 接著 就是 商人床 這間我煎得挺大的 電視機 有個書桌 給我們做事 還有個小沙發 還有這裡 有個露台 開門 先 會有個露台 你們坐下 所以 去 裏 去 好的 去外面 不過現在晚上 在外面太黑了 我可以 現在的酒店都挺大 今次我想也是 有極限 因為都 沒有了 OK 拜拜 拜拜